HELLO 大家好,今天玩一隻新的遊戲叫做絕望監督 我之前記得我曾經玩過的,但玩是日文版,當時我的日文就不太好 所以我就想玩一次,而且我其實沒什麼記憶 所以我就玩一下,這隻是一隻它在PC出的,在Steam上架了的遊戲 我們進去玩一下,這隻是一隻Wasabi Studio製作的遊戲 以前如果有看過玩惡狼遊戲和方圓遊戲都知道,它是同一個射的,同一個工作射的 我們剛才來看看,絕望的開幕 那個女星星就不要走啊 嘩,好恐怖啊,你在笑什麼啊 我笑是因為不管你,怎麼拒絕你也是走不掉的 畢竟我就是你啊 不要發出一些可愛的聲音,一聽到你的聲音我就想一聽到一次你的慘叫聲啊 給自己的血染紅,是什麼感覺啊 UNO 我才不會停手啊 叫我這樣做是你自己啊 這個就是最後一下了 太空殘了 停手啊 剛才那個是猛 我這個在哪裡啊 為什麼會在這裡出現呢 我們受到燒傷的痕跡 幾時有的 不是啊 現在這個重點不是 不是這個重點 我必須找人去幫忙 Welcome to絕望監牢 監牢是什麼意思呢 總之我們快點逃離這個地方,然後找人幫忙 找到什麼呢 調查 電擊畫面,任意在意的地方進行調查 有字 一道門 上鎖 有字 夜晚總是孤獨一人 但是呢 你總會抬頭看著我 發生進展 好像很噁心啊 那個什麼 那個介面真的不是很漂亮 原來門上的意思是月亮 那我就可以離開了 寫著Welcome 究竟是什麼地方 要快點離開 沒有了 現在選擇提示 會不會有人一開始已經出不去 卡關 好,順利出去了 開了門了 門開了 這裡是 是什麼地方啊 想要教大聲 OK 唉,好無聊啊 真的啊 究竟要吃多少人才肯死心啊 是不是死心啊 不清楚啊 不過最近發生得很頻繁啊 走向這邊走 嘩,你是什麼人啊 啊,是人類啊 遇到這些情況要冷靜一點 為什麼會有人類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在這裡 難道這個人是... 啊,原來是這樣啊 這裡是絕望監牢 能夠面對另一個自我的地方 就是人類想... 經常說的分身靈啊 沒錯啊 我和貓仁是這裡的管理員 嘩,厲害啊 不懂得這個字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貓仁... 性別為男 雖然嘴讀不留情 但工作認真負責 完全沒有當傳輩康待 或者是他另一個職員 嘩,蛤? 這麼囂張的語氣真是好 難得我好心提醒你 你應該怎樣恢復記憶 我究竟是誰啊 說實話 你現在才發現呢 為什麼?你不是最清楚的嗎? 我應該怎樣做才恢復記憶 啊,這個我不可以輕易告訴你 你來幫我們消滅分身靈呢 最近分身靈的數量大增 我們超辛苦的 如果放著分身靈不理 他們最後會吃了本體 所以要趕快解決 分身靈會殺了原主人 總之你沒有選擇 餘地啦 快點 快點去進行你的任務 首先要去到這個高中做臥底 怪心學於二連級B班 最後很多分身靈超大惡 我們的夥伴會在那裡照顧你 放心啦 你回到現實當中 就去慈代 這個lovely藍雀bird找他 拜拜啦人類 為了衝回自我努力 感覺我好像有一點點印象 OK 對這個game 不過始終他有做到中文的漢化 所以其實玩Haley就容易玩很多 比起之前我玩日文版 這些非現實的事情 竟然發生在我身上 不過現在還是無依無靠 去那裡找一下吧 嗯...這個 看來很奇怪啊 這個地方 你找到我的店有什麼事 謎之男子 為何要道歉啊 真奇怪的boy boy啊 我失了意 而他們叫我來這裡 我因為這個才來 請問你有沒有聽說話 原來是你啊 總之不要在外面站 我們進來坐一下吧 然後他就要有體力 他這個體力好像是會 恢復的 不要緊 沒什麼所謂的 恢復 看來跟普通的包沒什麼分別 真的沒什麼分別嗎 整個牆都是這些寂寞的 我想烏龍茶 嘩...酒包不是有烏龍茶 牛屈八百日圓 嘩...我沒有帶錢啊 那就賺錢吧 請喝烏龍茶 這間店是老闆雅步 聲別不明 興趣似乎是鍛鍊練那一身肌肉 被壓制著神仙插翼南非 突然失憶一定很痛苦 不用擔心已經幫你準備好轉學的手續了 你不是要去做學生而消滅那些分身嗎 突然之間令我接上有些... 畢竟我都忘記了記憶 正因為是你才會這樣做 你必須解決被咀咒的班級當中出現的分身靈現象 然後對回自己的記憶 在恢復幾起之前你都可以在這裡過夜 什麼啊...你有什麼不滿啊 我沒有... 總之現在好夜了 有非分之想的人 好...來了 嘩...你在這裡做什麼 你就是轉孝身 唉...總不來...潛力一點才來 我們一班組入宮本雅屎 最近成功駕熱 又不梳剃又不剃鬍 看來十分骯髒 快點進教室吧 安靜全部 雖然事發突業 這位同學將會成為我們班裡的其中一份子 請你簡單地自我介紹 唉唷...忘記自己叫什麼名字 我...我叫信雪 突然間想到這個假名字 大家適當自我介紹 會長黑木東美 副會長內之公沖海 深沿途 貓協武之 世沙愛麗絲 八川恆 何元美香子 成功至青子 略山松田 美影影 急風留意 西村靜向 西村靜向 出雲造妙 超多人名 話是說要有一隻遊戲 一來就要這麼多人名 點記 都叫智郎 鬼城起座 大家好好相處 看來你和普通班級沒有什麼分別 真的有些分身靈魂在裡面 看不看得到啊 我們直接通過你的大佬和你的對話 看你成功設有了 你聽著 不要放鬆警惕 你看到的確有人是分身靈來的 看來大家都是普通人 看不出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他的偽裝成本人 然後混入人群 快點去找吧 否則真的要襲擊人類 不信都無法 不過你如果不小心的話 會被人殺的 總之分身靈很危險 為了盡早消滅他們好好努力 拜拜 OK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分身靈 我應該怎麼做好呢 下課了 他們說我這裡有分身靈 我要快點找他們 發生什麼事啊 快點看那裡 聚集了一大群女學生 大家提 大家好 你們一直看著我會害羞 奇妖艷的外貌 深受女孩子們歡迎 這個就是分身靈 馬上殺了他 多謝誇張 逆君 其實 自然治癒的女孩經常人 因為行跡可疑 總是在意周圍的一舉一動 為了你做的這個 這個是飯糰 親手做我 哈哈 這個什麼飯糰 打得很格的 希望你吃完都好 可以祝福社團 謝謝你 我之後會吃的 你也會得到我精心細選 請期待 是靜香 你現在要參加這個社團活動 是不是 清純氣質高 她的女孩 在班上的男同學中 有最無與倫比的高人氣 這個是什麼 收工飯糰 你說什麼 這個是祖苗同學給 啊 是這樣的 不要吃點這樣的東西 什麼這樣的東西 給這個你 這個我做的三文字 肯定給了一些 鄉下的飯糰好吃很多 好 前幾天的事有沒有想過 就是想請你過來做素描無特的事 你說這件事吧 美術部的後輩會門 一個個都叫你來做model 回來煩死我了 我會考慮 一會兒 那個女人 還我說一句 你千萬不要做model 為什麼 因為我不忍心看著 你被人騙 不忍心被人騙 不要去 總之 唉 你又被祖苗戰略了 啊 松田君 好 好 公道部的補員之一 補員之一 經常炸傻扮猛 哄大家開心 將來減肥但補成果 真是羨慕你 一直受到女孩子的追捧 我都想和你一樣 不要笑我啦 中田君 不要說這些事 快點參加活動 就來比賽了 我們 沒有些事 做完就會去 好 立刻就來比賽 你不要鬆懈 你身為經理 是 外貌清秀 但在班上是不太顯眼的角色 總是穿著圍裙 似乎是經理所養成的習慣 這個應該是男 應該是 但留意這個名字是女孩子 感覺每所學校都有這樣的場景 這個班級真是被咀嚼 Hello 轉校生 我記得這個跟主角好朋友好朋友 冬月智朗 這位神秘學研究部的部長 雖然看起來非常詭異 但態度很溫和 有禮貌得體的談吐方式 不過說真的 這些特典發現他更加可疑 他的暫肢感 OK 最後這個班 發生了很多危險的事 但你自己看來很開心 你感受到 畢竟我非常享受這種情況 因為他喜歡神秘學 其實是神秘學研究部部長 主要是調查這些各種靈異現象 是不是覺得很開心很興奮呢 有見及此一你一定要加入我們 其實我... 至少不要叫這個轉校生一困擾 起座 神秘學研究部部員 兩個都是同步的人士 起座上明顯看得出陽光型的角色 都有一點點興奮的感覺 一定會有很多女性朋友 你也是他的成員 快點來勸一下他 去起座多多指教 不好意思啊 我家的智囊 因為最近有很多奇怪的案件 變得過於興奮 這個當然 調查這些就是我們的工作 但是沒辦法阻止他 總而言之 信...這個...信雪君 嘩...超難讀 這個是... 信...信...信雪君 超難讀 一定要加入這個研究部 那我考慮一下 然後再舉出50個微力 我們究竟要聊多久啊 啊啊啊啊啊啊 怎麼了 又遇到一些奇怪的東西 魔術啊 快點去看看 快點我們一起走 哎呀 我開了10條體力 但是10條體力會不會太多啊 我一集應該玩不完10條體力 好 這裡 我有印象我有玩過 因為我記得它這個移動方式 功道場不能進 原本在這裡啊 我不是在這裡 就是... 一堆人在活動室前 那是功道部的 逆軍沒有閃啊 逆是說他 逆軍 鎖住門啊 對了 今天火鎖是誰開的 我記得是... 啊是我啊 振作一點 重田軍 快點開門啊 不好意思我把鎖田留下了 立即去拿 這個 拿去吧 已經大了 開了門啊 沒有閃啊 天啊 拉子家 被人綁架了 已經 嘴被人縫了 沒有反應啊 沒有啊 誰做的啊 他還有呼吸啊 快點抹彈啊 叫也都不停 嘴巴出去很嚴重 快點帶去醫務室先 就是一個令人驚訝的案件啊 嘴巴被人縫了 看來真的很痛 難道這裡就是分身靈的案件 恭喜你成功遇到這個分身靈的案件啊 唉 我差一點點 我們又來了 分身靈已經開始行動了 對呀 空獸是2022級B級的某個人的分身靈 即是這裡其中一個分身去做的 但不知道是誰 原來是這樣 B級的分身靈啊 就知道你快點找多飯 有辦法解決這件事啊 如果想消滅他們 就要找到他們的真實身份 而且呢 必須呢 揭露這個案件的動機 究竟為什麼這樣做 但我不知道怎麼做好啊 分身靈呢 是不會使用超能力的 只有呢 在人類可以做到的範圍內臟案 即是人類可以做到的 分身靈 才做到的 即是他沒有特別的才能 所以呢 可以模仿偵探 找一個證據 推理你這個案件 或者找回記憶要努力 就是這樣 拜託你了 又消失了 喂信雪 你怎麼一直犯我啊 神經病 好了 之外 我們神秘學研究部登場 關我們什麼事啊 神秘學 聽過兩位描述 為了找回記憶必須揭露 分身靈的真實身份和動機 被一個人找 好像大家一起找簡單一點 有什麼事 不是我會加入幫你們 馬折架 那我們就有第三個成員了 之後不要反口 送給你了 入會廢章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們成員都有 全部帶了這個 不帶的話 他會煩住了 都是乖乖地帶上 OK 我們馬上開始調查了 我們先進去看看 這裡有堆碎了的紙 這個信指 貓咪花紋 好可愛 上面還有血跡 這個是逆的東西 大概是 上面有些字 喜歡你 難道這個是情書 畢竟是逆收到情信 也好 加上面飯 但為什麼會碎了 難道是寫了這封信的女生 不對他的胃口 不對他的胃口是什麼意思 真的 這個女生 真的 這個男生 對這個女生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這些血是必要的血 到底是誰做的 這個手機 上面尖了血應該都是 男生的東西 好處人呢 發皮 撥短身 哈哈哈哈 OK 你昨天說的秘密是怎麼快更新 感覺很可疑 我們打開手機看看 不為了揭露真相 這些犧牲是必要的 鎖了啦 現今這個世界還有誰 沒有密碼鎖 我想 隨便出街 過的都有密碼鎖 我們還是放棄了 不可以放棄 一定有密碼提示 放棄就結束了 密碼提示 這個靜香的照片 為什麼他會在櫃上 這個櫃主要是靜香的粉絲 這個貼招在哪裡見過 那裡手機的場面都是同樣幅圖 這個就是他的鬼 或者這裡 收穫著慢慢的提示 我知道隨便看 不是很快 不過沒辦法啦 我為什麼聽你的話 聽不到一些協議 這個是 Korrewha 嘩 亂七八糟的 的確亂得離譜 看來呢 這個人很公正 但是想不到 骯髒鬼 那跟資料差不多 不要說我了 快點調查一下 骯髒鬼 我們看這個 我們看這個 這裡是風箱 美液 美液影 美... 美影液過 嘩 超難讀的名字 密碼9999 他最近是不是換了手機 看來是 難道密碼是9999 這些都是情書 人氣真高 禮物盒 都是來自女粉絲 還有什麼 沒有了 這部手機 我就可以拿出來 解鎖成功 想不到密碼還是原始那個 密碼也不算有多懶 不過多了他的懶散 我們才可以開到手機 我們快點去看看吧 帳號名是 怪心學員匿名情報店 靠近街上面寫了一個收集了校園八卦的帳號 將不斷發佈各種學校的傳言 其實以現在的科技來說 我相信可能真的會有些什麼 如果真的有一間很大的學校 香港我不知道有沒有 其他地方可能有機會會有 因為 假設一個班級可能有30-40人 其實真的可能會有些什麼 暗地裡小圈子有10個人公佈 40個人 就是一個班級裡面的一些秘密 我相信一定會有 想不到經營著這樣的帳號太驚訝了 想不到啊 這個公道部 竟然整理好些什麼收集情報的東西 上面寫著很多不好的東西 3年B級的班主任好像搞婚外戀 讓我們一起舉報令他退休 一年級A班女生患交 我竟然是個男奧女 他拜託她說不定就立即了 很多差勁的內容 看他平時這麼爽朗 完全想不到是這樣的人 你怎麼看一隻傻 一看就知道又是這些人 像是自己英俊最討厭這些人 最後一條是微波 任何都是震驚的秘密 為什麼他會用微波 很多的一些遊戲 看法都是用這個字 OK 不過我都不異議了 過於 是有時以來最令我震驚的一個 甚至嘔心到令人發笑 雖然鑽少別人的少女心 多可憐 請期待下一次八卦 這個震驚的秘密是什麼呢 還說個少女心 他完全搞不明白 唉呀 還有一百條 哎呀 竟然有人發一百條訊息給他 不過全部都是來自同一個帳號 而且每一條都不是耳毒 難道他無事了這個人 你被騙了就是想救你 回答我 為什麼無事 會不責手段 其實我不想對你做什麼 但我實在沒辦法 是恐嚇啊 這些 看起來很危險啊 而且被騙了是什麼意思呢 我都一頭無水 不過感覺到這一切都不對勞 總之先整理一下情報 首先他雖然是一個清爽的靚仔 但是背地女就不同了 開這個副帳號 周圍開這個謠言散步 謠言揭露其他人的秘密 甚至受到威嚇 還有呢 在這個嘴唇的縫合狀態下 被人發現 犯人可能非常之憎恨他 畢竟他在網上偷偷開這個副帳號 做一些這麼不正當的行為 被人發現了 招到別人懸吓得到很合理 嗯 或者可能是很憎恨他的人 說到犯人 嗯 被大家救下來之前 活動室都是鎖住的 那就是說呢 案發現場是密室 難道犯人行兇之後鎖門走? 如果是這樣呢 那拿著鎖匙的人會不會最大呢 我們去找拿著鎖匙的傢伙吧 OK 拿著鎖匙的傢伙 松田先生 那些人在哪 我怎樣找那些人在哪 這裡啊 看我猜不是啦 公道部這裡 鎖了門進不去 這裡我們要找松田君 他將他帶到煙火身一回來 我記得帶著鎖匙的傢伙吧 對呀 讓我們先問一下 松田 想不到發生這種事 真的太過分了 竟然有人這樣對他 其實我們調產這件事 我記得你拿著鎖匙 對呀今天是我拿的 我們公道部每天都會輪流 然後呢 管理這個活動室的鎖匙 啊原來是這樣 蛤 你什麼反應啊 你這本是懷疑我吧 我沒有這麼說 案發的時候呢 活動室是密室來的 我覺得呢 按道理呢 懷疑呢 拿著鎖匙的人都很合理 我才不是兇手啊 但看起來呢 很著急很緊張 在溫隊役之前 我和大家一起練習 你可以找大家確認 那就是說 有不在場證明 那就是頭痕了 你的意思是從田不是犯人 拿著鎖匙的人最可疑 你什麼意思啊 你們 我們是朋友來的 你不要說這麼奇怪的事 尊重 那你覺得誰最可疑呢 蛤 我覺得可以的人 應該是 你有沒有什麼線索 其實不是很想說的 不過大家都知道 對一切女生都很溫柔 所以在女性關係上有些問題 應該是那個給飯團那個人 這個就是為什麼呢 他在這個女性關係上 總是產生糾紛 所以我覺得呢 一定是女性某個人 總之跟我無關 看起來很生氣的 這個不是留意 你好的智囊君和喜座君 我這個是女性來的 接受了治療 但好像還沒有恢復 應該是女性 看起來 看起來 你剛才跟重田說過什麼 我看他呢 很生氣的 很生氣的 我們剛才說他是犯人 結果有點生氣了 什麼啊 重田君是犯人 是的 他被人得了 夠久的時候 活動失處 密室狀態 所以我們覺得 拿著鑰匙的重田 很可疑 原來是這樣 聽你們說 我想到一件事 我以前聽其他人說過 重田君曾經說 他壞話和 我啊 又說是兄弟 什麼話 說句話 話 剛才他跟我們說 說是好朋友 兄弟 我聽說 他原來 原本就是一個初中的同學 當時 重田君有一個很喜歡的女生 然後 他打算 叫他 叫男生去處合他們 在逆君 結果那個男生 愛上逆君 又是這樣的劇情 然後逆君又跟他交往 這些就是所謂的 橫刀奪愛 重田君對這件事念念不忘 一直憎恨著他 不過都不能單憑這一點 就斷定重田君的煩人 原來是這樣的 的確是很有用的情報 換句話說 這是有襲擊的動機 難道這次的本體是重田 什麼 我們在調查中 我都沒辦法原諒他 讓我幫你們 如果有什麼新發現 我會及時分享 經過現在的調查來看 重田撤為最可疑 重田拿著活動式的鎖匙 都是事實 而且他還有襲擊 易的動機 所以是頭號的嫌疑犯 可疑的不單是重田 他說過在女性關係上 有些問題 以及 嗯 你為什麼突然陷入沉屎 我剛才一想 活動式只有一把 打了嗎 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一樣記得學校所有教室都有備用鎖匙 備用鎖匙 這個真的是盲點 如果有人把備用鎖匙拿走 就不能斷言他去兇手 好 通常應該是那些 不打招呼他入理事長辦公室 你沒有常識的 好對不起 快點拉出去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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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要找班主任嗎 我先找班主任 明明發生些事還問嗎 嘩 剛才說什麼 剛才被你的聲音吵醒了 我沒有聽清楚 請問你找我有事 我不是要什麼嗎 我不是要問他有沒有什麼鎖匙 還是我應該要找那個 我應該要找這個 鑽匙第一天被舉入這樣的事情當中 真辛苦你 作為公道部經理的 我要盡快找到犯人 如果再找到線索 我會分享給你 我想問他的鎖匙 重電呢 我不是說了我不是犯人 不要再找我了 嘩 似乎不想再理我 找一下這個人 西村靜香 不要跟他打擾 為什麼 先跟這個人說 為了一陣子自言自語 一陣子有笑的 不停 還是不要理他 快點去確認一下 怎麼確認 體育館 難道是 體育辦公室 這裡 看到了 各種活動身是備用鎖匙 正好老師不在 我們快點調查一下 公道部 咦 公道部的鎖匙不見了 什麼 真的 是不是被這個犯人拿走了 或者 不愧起座 真是推你 那是否意味著 松田不是襲擊的犯人 也不可以這樣說 未能斷言 說不定是松田把鎖匙拿走了 這樣他就可以洗清自己的嫌疑 好假話 正常真的會做這麼麻煩的事嗎 結果他推理小說當中經典的偽造證據的橋段 聽不懂你一問 不過只要知道 誰拿了這個備用鎖匙就可以接近真相 究竟是誰呢 OK CCTV 這裡有個CCTV 只要看到這個CCTV就可以知道誰偷這個鎖匙 小朋友就交給我 等一下 隨便摸老師的電腦真的好 沒什麼大不了的 不要被人發現就可以了 我們只要是老師回來之前速戰速決 這樣就可以看了 看來當時公道部的鎖匙還在 我們等下小塔出場 會不會是松田呢 還是某個女孩子呢 一瞬間花瓶 快看鎖匙不見了 好奇怪 快幾檔 clot皮 過來 你們果然在這裡 啊 我記起來了 他講過了一句 頭好暈 然後他退出了練習 所以是一個人從公道部回到活動室,然後在活動室休息的時候被襲擊 你見不見得具體紀念 社團活動是5點開始之後,每個人分別進行個人練習 等一下,我寫給你 我記得筆記寶在裡面 你沒事吧? 我抱歉,我幫你撿吧 這個化妝包,很可愛的設計 好像不小心把姐姐的化妝包帶進來 原來還有個姐姐 為什麼有這樣的經過呢? 那我先走了 你發現了什麼,記得共享給我 從留意的證詞來看 是這樣都不舒服,所以退出練習,然後一個人回到活動室 但他就是那個時候被襲擊 犯人有可能是當時跟他一個活動室的人 那就是說公道部的成員都很可疑 我覺得這個推你也沒錯 現在我們找到一個可以的公道部成員 重點 再調查一下公道部吧 公道部 未應花,怎麼可以公 我會不會公道部 有機合同 嗯,這邊應該沒有東西要檢查吧 啊,不對,我們應該檢查為什麼他會暈 我們應該檢查這些水準 是老鼠? 真的是老鼠,第一次見到,為什麼有老鼠的? 看來有點不對勁,竟然睡著了 在這地方睡覺的老鼠真的厲害 咦,有個瓶,難道是公道部的東西? 應該是,我覺得在這裡睡覺真的很奇怪 難道是喝了瓶裡面的東西,然後睡覺? 仔細觀察一看,真的這樣 但是為什麼偷喝完之後就睡著呢? 難道有沒有柯綿藥的東西? 柯綿藥? 剛才留言不是跟我們說過嗎? 在練習當時說自己頭暈,然後退出練習 說自己喝了柯綿藥的飲品,然後才感到頭暈 但是這個瓶就是他的 上面就有個心形的鑰匙鏈 這個是女孩自己,還有封信 如果呢,如果做一個特別的飲料 如果你在社團活動當中會就喝一口 如果下次再給我看見你劈腿 我絕對不會原諒你 你再劈腿,我不知道下一部會做些什麼 嘩,這封信很恐怖啊 這個飲品就是這封信的人親手做的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有女朋友 不過我可以理解到他有很多女性粉絲 如果有女朋友的事暴露 那些粉絲一定會很恐怖 確實 但我覺得這個女朋友已經足夠恐怖了 我也這樣認為 就算劈腿是不好的,這個內容也很驚訝 而且還很安靜 這個女朋友也很可疑 需要調查一下 他的女朋友應該是那個... 他的女朋友應該是那個靜香吧 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這個 跟水樽一樣的,的確是同一款 等等,這個我們班的小靜香 難道那封恐怖的信是他寫的呢? 太令人意外了 他性格好又聰明,深受男生歡迎的清純系女子 那些男生還稱他為令和第一性無大人 太誇張了 他寫這些信真的令人驚訝嗎? 真的假的,竟然和一役交往 真的令人難過 那些靜香好像是你特別喜歡的女型 就是這樣 我沒所謂,不過你喜歡的女生有很多個 欸? 智朗同學和喜宗同學為何會在這裡? 突然不請智朗,很抱歉 不用道歉,找我有事 請找我問一問,你是和易柏 你說什麼? 不用隱瞞了,因為我們調查過 你怎麼知道的? 巨體的流程我們不可以告訴你 不過看你的樣子似乎還未知道發生什麼事 被人襲擊 他現在被送到醫院 醫院? 我要立刻去 等一等 我要確認一下給這個飲品的人是你 對啊,有什麼問題 究竟調查在這個飲品裡面有安眠藥 安眠藥? 我們推你喝了這個安眠藥之後再被人襲擊 難道你們以為是我放的?我沒有做 但是這個飲品確實有安眠藥在人家 真的不是你做? 遲到如今還是說實話好一點 不要逼得太緊,智朗 不行啊 所以要問出真相必須這樣做 還有關於易柏妃的事情的長生 蛤? 變身了 怎麼突然間沉默了 這個反應難道真的是你? 咦? 不要跟老娘說笑了 老娘怎麼會做這種事? 瞬間變成另一個人 為了襲擊自己的火魔棉 怎麼可能? 沒有人讓老娘更加愛她 為了她 死都願意 為什麼還要傷害她? 不要原諒 究竟是B的不色抬她 傷害了她 冷靜一點 一定是那個戰波 一定是那個跟蹤 之前說過有條口不斷傳給她 她說的難道是那些威脅信 有這個跟蹤狂的照片 就是她 以前想捉住她 把她拍照給交給這個警察 但是走得太快 即是拍了一部分 所以還未知道跟蹤狂的真面目 跟蹤狂的線索就只有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好像帶著圍根 絕對不能放過這個人 絕對是她襲擊了她 一定要找她出來 令她再沒有膽接近她 我想暴力是不好的 我絕對不會放過她 我絕對不會放過她 快點去見她 她已經走了 原來這麼瘋了 如果我們還是不知道她 有沒有在這個飲品放安眠藥 而且還沒有問到劈腿的事情 還未知道那封信 是那封信 不過我們又得到了新嫌疑人的情報 跟蹤狂 你被騙了 我真的想救你 為何無視我的東西 還要折磨我 如果你還是不明白 我會不擇手段 為何我覺得她身邊都是恐怖分子 危險分子 總之先根據這個 什麼 其實一看就知道是誰 是吧 一看就知道是誰 我想是 這個人是有帶的圍根 跟她的圍根很像 跟她的圍根很像 王家克一樣 她似乎我們這群的出魂 祖苗 啊 你們在做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做 做什麼都不關你們的事 我還想問你們為何會在這裡 為什麼一直看著我 不管怎樣看都好 跟跟蹤狂的圍根很像 難道她就是那個跟蹤狂 她很有可能是分身 你說什麼 聽不明白 是這個 這個王家克的圍根是你的 我已經知道你是這個跟蹤狂 你說什麼 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怎麼看都好 照片上的圍根都跟你那條一模一樣 這個是因為 真的想不到跟蹤狂我們同班同學 是你襲擊了她 什麼啊 被人襲擊 沒錯 剛才她滿了血 然後被大家抬走了 我失望的逆軍 難道你們懷疑犯人是我 因為你是跟蹤狂 而且你還寫恐嚇信給她 你怎麼知道 你這樣算是承認的 你是跟蹤了她 然後襲擊她的人 等一下 我根本不是跟蹤狂 我只是為了保護她才發這些短訊 你的行為在正常眼裡就是跟蹤狂 我知道沒有啊 你說保護是什麼意思 你想保護她什麼 我就是想保護她 那個女朋友 不受那個家伙的傷害 那個危險的女人西村正向 大家都說大家危險 現在很難搞 我要保護她 不要讓那個女人陷害她 其實那兩個人在拍拖 我一早知道了 所以我才想保護她 我連她逆軍 竟然被這麼危險的女人騙了 騙了我應該沒有騙她 哼 這些轉合式的毛 哈哈 那邊問我 男人很快就會被這種清純的女人欺騙了 現實中根本不存在這些 長白飄飛的清純美女 總覺得這裡有古怪奇妙的選服力 哈哈哈 剛剛就已經展現了西村正向那個 另一面 總而言之那個女人很危險 她給人一種很成熟的感覺 扮得可愛的樣子 實際上是獨摘肉極強的瘋婆 所以我才多次進行警告 我想保護她 但她不聽我說 已經不再是那個人了 她被那個女人洗腦了 我要令她整個洞才行 我要不擇手段 難道你就用了這個動機 所以襲擊了她 剛才我沒有說過 但是剛剛才說完不擇手段 那就是說你承認了罪行嗎 不是的 我沒有襲擊她 很可疑 蛤 走路 找不到藉口就想走 她越來越可疑 她 是不是追上去呢 她剛才的舉動相當奇怪 看來分身靈很有可能是她 人類 夠了 我之前不是說過 如果你不快找到她 分身靈就會殺死本體 立即就要分身靈殺死本體 現在開始我們要消滅她 請你調查得到的證據為基礎 揭露這個真實身份和動機 不可以再等了 轉望審判正式開始 好 我們來了 我們今集就打你過去了 嘩 這裡好厲害 快點開始了 等等 進來的人類為何增加了 不像張丘宜的人類帶來了 算了 不說了 我們快點進行審判吧 這裡究竟是誰 應該不是人類 不要站在這裡了 快點說吧 分身靈 你會不會找回記憶 要消滅分身靈才轉入我們班 真的假的 沒有錯 連自己的名字都忘記了 唯一了解的就是這個燒傷的痕跡 不好意思 把你們都牽涉進來 沒關係 雖然我們都十分混亂 但是 我也覺得這個情況厲害興奮 對呀 這個人真的瘋了 這個部長 立即開始了 絕望審判 絕望審判的規則很簡單 從現在開始你們要詢問分身靈 然後根據回答的情況 判斷分身靈的身份和動機 應該怎麼問 待會你就知道了 好笑一個黑影 這個就是你要詢問的分身靈 即是襲擊他的犯人 沒錯 天啊 想不到真的有些近不現實的體驗 但是我多年準備總算有回報 來做好心理準備 做好狀況開始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點時間討論 我想整理一下這次的事 要消滅到就沒問題 嗯 都是的 好我同意 但是你要快一點 開始了 整理這個案件 整理這個案件 今次受害者公道部尾影影 他的傷純被人奮合了 躺在這個活動室 實際上是不得了的家夥 人們都以為他是清索的碎角 但背後是一個八卦鼠洞 令人驚訝 不過正因為有著這個秘密 他才會受到襲擊 然後讓我們來聊聊嫌疑人 有很多人都跟他有關係 首先是跟他參加同一個社團活動的松田 然後是其旅友靜香 之後就是跟蹤狂總苗同班同學 最後就是公道部的經理劉伊 就是這四個人 我們覺得可以的是 松田、靜香和總苗 今次的案件當中 存在一個最大的謎團 就是密室的案發現場 通過這一點我們找到第一個可以的人 松田 好選擇 第一個嫌疑人就是松田 今天他負責拿著活動室的鎖匙 我們當時覺得松田就是新空沒有走 因為拿著鎖匙的就是他 之後他才可以作案做到鎖上活動場 不過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後來我們找到無法斷燃 因為鎖匙不止一把 沒錯 就是因為活動室的鎖匙原來不止一把 所以鎖匙的確是重填 不過體育辦公室都放著備用的鎖匙 然後那個偷我備用鎖匙的人 沒有在這個監獄CCTV當中留下一絲的影像 從這件事當中我們明白了有嫌疑的人不單是重填 任何人都可以偷這個鎖匙 只是這樣 所以再對這個密室將人的討論 推理也是沒用的 稍微改變一下方法 對這個犯案現場 被發現的時候 他的商場被人奉上 而且失去了這個意識 被奉上看起來真的很痛 如果是我一定會拼命抵抗 恐怕是下了安眠量作案 那什麼時候狼藥呢 等等 進入活動室被襲擊之前 喝一下安眠量 喂這個什麼 難道是練習的時候 喔對喔 練習的時候 OK 根據飲料當中有安眠量的事實 可以推斷哪個犯人 西村靜香 OK啦西村靜香 剛剛我都不太記得 看這三個都不太知道哪個答案 因為這個飲品是親手做的 依照情況來看 靜香就最有可疑的犯人 但都不可以斷定 因為野飲是放在公道場外 也就是說 在公道部成員練習的時候 每個人都有機會放到這個安眠量 那犯人是誰 最後來總結一下 他在練習當中 喝了這個安眠量的飲品 突然覺得頭暈 一個人前往了一個活動室 犯人見到他在活動室 聞了之後 就把他的嘴封上 結束作案之後 把這個活動室上鎖 製造了密室的情況 這個就是整個案發的過程 但沒有辦法斷言 究竟哪個真實身份 這個空手是真實身份 只能透過詢問他 我們可以開始了 接下就是重頭戲 各位要加油了 絕望審判開始 立即開始了 找出襲擊翼的犯人的真實身份和動機 我都不記得這個可以怎樣玩 我記得好像很複雜 好了 詢問的過程 在規定回合內通關 所有回答正確 一邊可以問題的原問 一邊的詢問分身靈 然後思考 當你覺得可以回答 就點擊回答 可以在詢問過程中 隨時進行回答 正確就可以通關 遇到困難就可以按問號 回合數消耗愈少 報酬愈豪華 這個應該是電腦版有 OK 好了 先按一下 我這裡是問他的東西 你和他炒價了嗎 NO 是不是全部都要問完 迫近核心的問題 YES 握住他的人 以進行迫近真實的提問 請尋找重要的提問卡 應該抽身卡 也蓋著你嗎 NO 因為真的很明顯指向那個什麼 什麼 祖苗 這個 這個 是不是真的 出雲祖苗 他不愛他 但其實也可能是 這個西珠淨香 不愛這個西珠淨香 也不奇怪 看看還有沒有新的 你敢有悲傷嗎 這些不問 你討厭所有公道部的成員 NO 不是討厭所有人 還有沒有嗎 是你放安眠羊 是他放安眠羊 一頭沒水的 咦 問頭好像沒什麼用 可以再抽新卡 再抽 有不可個人的秘密 又有不可個人的秘密 又有不可個人的秘密 然後我們現在就可以再抽新卡 然後拿高一點點的卡 你知道翼的本性嗎 沒有什麼特別 你是女性嗎 女性這個東西都不用看 我相信應該不是男性 是不是拿著你的把握 這個 NO YES 這個 應該是 有點難 先抽卡 寫情書的人是你嗎 寫情書沒得用 這個 你是不是公道部成員的人 你是公道部成員的人 你是公道部成員的人 公道部成員的人 公道部成員的人不是這個 公道部經理 急鋒留意 應該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這個應該是最關鍵 NO 應該 NO 可以說不是那個靜香 也不是那個祖雲 三個 三個 回答哪一題 這個 都是他寫情書 要回答多少 古電新聞 這個位置有個秘密 雖然我 嘔嘔絕翼 但逆無語中之路 秘密於是嘔嘔嘔 為了嘔嘔嘔 將嘴逢上 無法再抽卡 這些 其實文明都沒有什麼意思 可以直接回答 不是 哦 為什麼他 哦 我知道了 這個應該NO OK 我知道了 可以盡量開始 各位 應該OK的 開始吧 應該OK的 好 今天身份令是 急風留意 這個位置有一個秘密就是 就是 性同一性障害 雖然愛著翼 但翼無語中之路的秘密 於是為了 封口 應該是這樣 是 那個男子 但喜歡了同性 對 所以這個翼呢 就捉住這個把 捉住這個 這個 然後 就想 趕出去 應該是這樣 哎呀 搞定了 OK 所以這個是男子 本次成績就是C 不要緊的 本次分身令就是這一位 OK 哦 真的要體力3 各位 好 今集時間就先玩這麼多 我們下集再找這個 絕網監佬 我都不太記得那些劇情 雖然我玩過 我很肯定我玩過這個遊戲 但我就不太記得那些劇情 今集時間你也先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